我是胡俊銘,我1997年出生 我第一次穿香港隊球衣就是剛剛舉行的散港杯 以前有留意廣隊的比賽 而且我也會入場去看他們的比賽 好像一些世界盃的圍賽 當時可能在小西灣對沙特阿拉伯那些都有份入場 其實球場的氣氛比起現在其實不能比 以前是相當冷清 小時候的夢想 可能是南話、足球小將那些灌輸到 讓自己代表自己的地區國家是一種榮幸 所以令到自己的思維很清晰 就是確立了目標 一定要大過了就是在球場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你覺得自己的地區 退役的時候 希望在香港可以得到別人的認同 就是未必可以說到衝出香港、衝出亞洲 那些榮譽等等之類 但是希望得到身邊的人的認同 還有可能對球迷、對香港的球圈有交代 你會不會說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